慧疏 以清清三昧 谢陀三昧 普等三昧 唯念佛三昧 这三个名词把念佛三昧的功德形式出来了 念佛人的心清净 念佛人自在 烧烦烧恼 烦恼少 智慧一定增长 普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不等于 祝佛如来 这是何等的殊胜 这三个名词来解释念佛三昧 该念佛三昧为 保王三昧 保人之所爱 保中之王 保中之保 称保王三昧 一切三昧 念佛三昧是第一的 这叫保王三昧 我们不知道 或者知道了 印象不深 为什么 没有把念佛这种事情啊 真正提起来啊 我们的念佛了 或有或无 常常见断 念佛的时候 也是砸心念佛 没有专心念佛 专意 没有 什么时候念佛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一心专注 什么原因 不知道念佛 阿弥陀佛的好处 不知道 一直到现在都很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 你会把别的都放下了 为什么功夫不得了 对这句佛号真正是不了解 知道它是好 好在哪里 不晓得 好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所以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种事情 认为眼前许许多多事都还超过阿弥陀佛 所以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二 真正认识清楚了 真正搞明白了 知道阿弥陀佛第一 其他的 万事万元都可以放下 都不重要 无量寿金上所说的 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全都得到了 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 这本书上所说的都是 没有认识的 没有认识的人 不肯正看 真正认识的人 他正看了 你对于尽忠 你对于尽忠 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解多少 完全看你能行多少 那就是你了解的 你没有做到的 你完全不了解 那在一切典籍当中 江安极乐世界介绍的清楚 明了 无过于这一部金 这一部诸节 这是净土第一节 这个诸节是净土第一节 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吗 还有时间去告别的吗 我们在此地要生惭愧心 要真正惨处业障啊 我们业障没放下的天天在走啊 造的业障太多了 念佛的时间太少了 第一步过业障 所以没有感应 我们功夫要能扶住业障 感应独现起来 念佛在此地告诉我们 是会俗 用清净 谢土 普腾 为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为宝王三昧 为宝王三昧 具足一切三昧功德 自当同居种种三昧之名 那麽三昧 那麽三昧就是三昧的 一为真定 佛菩萨所修的 啊 证受 证受 证受是正常的享受 是什麽呢 就是经题上所说的 清净平等觉 这是证受 念佛人的觉 就是念阿弥陀佛 啊 心底 没有人无 就清净 没有动摇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就是平等 啊 清净平等是真一心 真心就是清净平等 这个心其作用就是 绝而不明 成为大学 成为大学 是 释迦牟尼佛真的了 祝佛如来 真的了 我们 我们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等于真的了 啊 这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价值 啊 等于真的 换一句话是 你不求就真真真的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